中華民國111年3月22號星期二 有看我們預告的 請來跟我們致敬一下 今天真的 我們現在就有直播了麻煩 我們有這麼準時 我們問一下風有這樣畫面OK嗎 就說如果風有覺得我們畫面不OK 我們就關掉 直接下架 話說我週末下架了很多個 很多個直播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播直播的時候 就有那個民宿的老闆說 我們不能直播你知道嗎 可是我不知道他 他是講哪一段得罪到了當地的士生 所以我不知道哪一段得罪到了當地的有利人士 而且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他們為什麼會看到我直播 這個是很妙的一件事情 我又不紅 那不知道他們自己可能根本看錯人了 你知不知道 真的不要以為胖的都是我 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這裡不能直播 你可不可以把它刪掉 我說哪一段 他說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就是街道的那個 告訴我們要刪掉 我就主要全刪了 你知道嗎 真的 殺一盡百 錯殺了我很多精彩畫面 會不會他有攝影機在門口 因為你一直在外面好像 這樣錯了嗎 我錯了嗎 應該是從那個攝影機看到 對啊 那我哪有錯了 直播不行 好吧 反正大家就看到了就有福了 例如柔柔就看到 看不到也就算了 OK 美麗是一種錯誤 現在你們可以看 現在可以看直播 你幹嘛戴口罩 你剛說要戴啊 我有說要戴嗎 我說那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看 我們現在有直播在中廣流行網 然後翻翻一直替我們矯正畫面 我知道翻翻已經進了人生最大努力了 他微積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幫我們調角度 已經調了大概十分鐘了 中間又一首歌又有新聞 我們都沒有辦法調好 調好幾年了 好幾年都調不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就是這樣子 大家就直接沉蒙 沉蒙各地我們這個 九宮閣內的士生們 如果你們覺得有得罪你們的話 你們自己把直播刪掉好了 OK 我們不刪 我們今天帶什麼醜 我們都不刪 因為我們今天有很重要的東西 大家要給大家看 今天是我們的開運賤賞團 不能鑑定 開運什麼團 懺悔團嗎 反省團 不是啦 你說我們是什麼團 你這也沒有參與 真的 婢女團 開運婢女團 不然什麼團 飯團 飯團 我就知道你很沒有水準 開運運飯團 比較好笑 開運運飯團來了 開運飯完 好難笑 我就知道你的笑話不會超過五個 你每講十個有一個 我就說這個可以用 其他的不要用 你今天又多用了好幾個 我都淘汰掉的 你又用了 沒有 那我講一個好笑的 好 說 茉莉花玫瑰花 楊莉花 誰最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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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花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要是講楊莉花 你一定會說錯 所以 答案真的是茉莉花 真的嗎 為什麼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很難笑 但你笑很難 但你笑啦 我只是覺得我為什麼會拆茉莉花 因為你單純喜歡茉莉花 對我很喜歡茉莉花 還沒有要開啦 好 這不然你這麼快都開 我們等下節目怎麼辦 沒得講啦 好今天我們的預告 其實我已經刪了很多照片了 因為我就說怕得罪臉書 雖然臉書最近蠻衰的 但是我畢竟還是 還是怕他啦 就我們已經放了四十幾張了對不對 其實我那天看算算 我們大概拍八十幾張 他家的每一吋都大概都被 除了廁所以外 大概都被我們拍了 我們真正在面待了 大概快三個小時 好先講來龍去莫 好 開始 我要脫口罩嗎 要不要 隨便啊 隨便啊 翻點頭說可以 反正其實我們已經 一支疫情共餐啦 所以我們兩個應該是已經 角色交叉感染了 不會有問題 現在主持跟拍照可以 主持跟拍照可以 好 那我講一二三我們就拖 拖 拖 一二三拖 我就知道你會用這一招 這一招很常用了 沒關係沒有 這一招很常用 我們的臉不是重點 我們臉才是重點 不然人家要罵什麼 我們的臉不是重點 什麼才是重點 不然他們吃飯要罵誰 難道美麗真的是一種錯誤 難道美麗真的是一種錯誤 好 你不要再罵茉莉花了 好 開始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做這個專題 話說呢 就是在月初的時候呢 我就是 有一直在手機一直在划 一些老物件 本來我就都有在注意 反正我就買了一個櫃子 我本來要先買一個櫃子 然後呢某人就跟我說可以 那你就出多少錢 出多少錢 他寫日本櫃子 日本古劍老劍 然後檜木什麼 然後反而出價 兩個八千 然後後來呢 反正我們就出 然後人家就不理我了 不理我之後就賣掉了 當天就賣掉 我想說這麼秒殺 我就跟他講說人家已經賣掉了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就在等 那果真隔天呢 後來我又 我就真的買了兩個櫃子 對 然後那個櫃子 有夠大的 對的樓梯間 你知道嗎 有點像人家賣 狀元高的那種板子 對 反正我是因為上面 他寫了招合什麼兩個字啊 只要有招合的 不管他招了什麼 只要他有招合這兩個字 我們就招了 我也不知道那個歷史 反正我是覺得單純這個抽屜 我有喜歡我就買 買了之後呢 然後我就跟江泰說 這個人他在林口有一個工廠 我們去林口 他就說可以去這樣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 我就問他 那他跟我說 可不可以去 好啊那就明天就來去啊 這樣子 對啊 我這個人通常都是很激動的 尤其是只要講到有購物購房 我就走 至少林口有一間素食 我們也是去吃過 對 所以說如果沒有買到 我們就去吃好吃的素食 那我們當天呢 就跟這個先生要預約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五點半六點才能回去 對 那我們就覺得說 那時間就來不及 太晚了 因為到那邊就四點多了 就找了另外一家 沒有 打招呼時間 明明就看得到我 為什麼不理會我的廣告 打招呼 看誰 看翻 我明明就看得到我在倒數啊 哦 我有看啊 你有看嗎 張太子會看啊 繼續抽 好脫口罩 脫口罩了嗎 可以脫了 我明明就很脫 你為什麼說 你就是很愛 很愛講 秒釋法 而且插嘴 插嘴 插嘴 你怎麼說我現在是在插嘴 我現在真的是在插嘴 打 轉過來看一眼好嗎 都不聽來賓講完 然後也不尊重翻翻 有嗎 有人嗎 好幾年了都這樣子 那好幾年了 我真的也很不高興這件事情 講 人家有時候網視訊 老師來都跟你講話 不過你還扯到網視訊 你明明就只有你討厭我 你幹嘛扯 很多人討厭你啊 然後對於網視訊老師的部分 打抱不平 不是 網視訊有跟你complain過嗎 不是 你要聽 可能我也問他意經 老師你覺得我這個 還是 還是Yoyo 還是Yoyo 還是Yoyo有跟你抱怨過 欸我們兩個今天穿超白跟超紅 紅白大勝 紅白那個什麼 紅白大勝利 紅白大對抗嗎 紅白勝利沒有紅白大勝利 那日本 日本日本的紅白啊 紅白會什麼 紅白勝利 紅白歌唱大賽 喔 你真的很老耶 這不能先開 我剛剛不能先開 是不小心先開了 開一次開一次開一次 要給他們先看嗎 打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們今天有脫罩 蹭口罩 有蹭有蹭有蹭 有蹭罩 我先 江泰好喜氣 欸 看得到我才是江泰喔 那個人不是 OK 今天如果講喜氣很明顯 我才是 江泰算得比較喜氣 喔今天講喜氣就很明顯了 然後雖然江泰說得難笑 但還是很好笑 茉莉花的部分 真的還有人反應耶 好喝個 我今天有聽了幾個我就覺得都還蠻好笑 哪幾個誰跟你講的 沒有我今天就是看那個 欸你穿太多毛不翼嗎 對啊 毛不翼很好笑 你可不可以穿 你不要穿那麼多好不好 你真的穿太多了 我們現在錄音片有點熱喔 喔好熱喔 真的突然間熱起來 有點熱 兩人氣色都很好 好那是今天燈光很強 難怪我們有一點熱 對 因為我們現在要開始聚光 真的把大家放 開始 來了 林口 好 功德一見 話說我們就是要去林口 那一天 他本來就不要來 我跟他說不行 我已經化好妝了 我在化妝就一定要出大路 不是出大師 OK 我就說我今天已經化好妝了 你怎麼可以說不去 說真的 為什麼那天有一個人會先化好妝 對 我到上次的時候才發現 他先叫我帶他去跑腿 跑一件事情 跑國稅局 然後呢 我覺得很不高興 我想說都約好了 然後呢 我想說為什麼今天他這麼準時 原來他要趕五點 國稅局下班 會被罰錢 我跟他說 我說那個小哥 你可不可以先晚一點點下班 等我送劍進去 所以 你再走 對 反正呢 就是國稅局送完 我們已經跟那個七讀的那一個 七讀的 對 你要講為什麼從林口轉到那一間 因為你是古物愛好者 你有很多個俱樂部你都參加了 包括 地中海遊艇俱樂部 杜拜 帆船俱樂部 都是小天后有加的 為什麼我一直在想 OK 沒有不是我 我剛剛明觀靜音了 好啦好啦 是你的OK 繼續 好然後我們本來說要去那個林口 那因為那個先生他會比較晚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就覺得去林口 可能有點太晚了 所以我們就 我就說那不然也有一家七讀 我自己一直很想去 七讀喔 有一個女生開的 然後 然後我就說那要不要去這一家 然後他 將來就說好那就去 很漂亮你有給我看 我說很漂亮 對 因為那其實這一家我已經加他好友 有一段時間 我只是都一直沒有預約過 後來我就線上就跟他說 那我們等一下就過去 大概幾點到 五點 然後他就說可以啊 然後問我們 先問我們幾個人 因為他那間本來就要預約 對 我就說兩個 很高級 兩個 你就說兩位男的 你沒有講男的女的 你就說兩位 對 然後這時候呢 我想說就 他就說可以 那我們就去 結果沒想到他就問我說 那你們要看什麼 對 總點 其實 你要看什麼 我這時候呢 就是慌了 從這邊要求問這個問題 其實講到我們本來只是想去看看 對我們只是想看看 不是要看什麼 我們是什麼都要看 不是你們要看什麼 後來我就 聽到了沒那個美女店主 對 美女店主現在應該要在看我們的直播才對 對 美女店主 然後後來我就是趕快還他的那個FB 然後有什麼東西是我可能想要買 而且價位低一點的 趕快就看起來就是不會太貴的 他沒有寫價位 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我們可能會買 買得起 我就隨機的趕快翻牌之後 上傳上去說要看這個 對 我就說後來你才告訴我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要看什麼對不對 然後你又告訴我說 我們等一下說要看這個 對 他還給我事前複習考題 就是說 你不要穿幫我們等一下是要看這個東西 我說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 他說好我就看到了 結果咧 結果 按電鈴到了 我們沿路就是往那個七獨那邊開 然後江泰就說天啊 這什麼 好地方啊 台北怎麼有這種地方這樣子 然後 這裡有人住嗎 好 你直接又讓七獨的士生 給我了 他一開始就先造口業嘛 然後呢 一下交流道就開始造口業 一直到我們到他的店裡 他完全對七獨改觀嘛 對 他家真的很漂亮 對真的 我說可以了可以了 我說七獨可以買了 對對對 你這附近社區 如果捷運開通 我們趕快看一下店面我們要賣的 對 然後好反正我們就大概五點半左右 我們就到 然後那個我們到了時候那個 他就先跟他聯絡 然後他就說他下來接我 對對對 因為一定他是不開放的 他不是一個開放的店家 對 他是一個豪宅 然後就是你必須要預約 他可能先叫什麼 他一直在樓上陽台看我們很久了 是不是 你在決定他有沒有空 走路的姿勢 其實我們就一直看說 這一棟吧 但是這棟外觀不錯耶 但是這條街最華 最華麗的一棟了 還有 你那天穿的 穿的算已經算蠻樸素的 我那天真的穿很樸素 再加上一個看起來很正直的人 不是我們那天就是穿的不素之客 很不素啊 對結果 他覺得我們看起來應該是正派 我很素啊 對那你就比較像那個 素實的素 不是秘書 對很像秘書 好謝謝 然後呢 我們就反正就上去之後 對 我們從一開門之後呢 很好笑 這個 這個老闆呢 一句話都沒有講 都沒有講 從目中我們兩個好像自己都 他開了門 那我們就拖鞋 你知道他有個玄關嗎 對不對 很乾這個房子很乾淨 很乾淨 然後就是豪宅的 一層間 電梯來就是一層間 因為那都是陰道啦 幾層啦 是嗎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也沒講門的牌號嘛 沒有講什麼路嘛 結果我們就上去以後呢 就打開門以後 我們就開始說 哇 喔 因為那一天剛好 他可能潮溪 就整個西曬之後 陽光灑進來 然後裡面又很乾淨 然後再加上那個 Viu 他的Viu 因為他前面沒有任何遮擋 然後陽光灑進來 金黃色的陽光 一定要講金黃色 對 那可能他也知道 衛兵要來了 就先頂個陳香 喔 所以我們就 因為眼睛也吃到了 鼻子也顧到了 鼻子聞到了 對 眼睛看到了 然後重點是他長得很漂亮 說真的 這個年頭 真的是要靠臉吃飯 雖然他是女的 連我們也沉迷了 所以 他可能做了我們那一趟之後 就吃得很飽了 他可能就打烊了吧 不是說就休假到四月嗎 清明後再開 因為他已經見到鬼了 真的不用再過清明了 果然他說這個真的 算好賺也是真的 是真的真的 他 開始的精彩 我們就開始說 好漂亮 我跟你講他真的什麼話都沒講 他也還沒有自我介紹 我們就開始一見 你要說 開始一個一個跟他說 這個也很棒 這個也很棒 我想他這時候可能就會烏魚 自己游進來了吧 會不會 他會覺得說 第一尾 從那個白令海峽 第一尾的黑魚來了 鮪魚來了 而且是大白鯊 不是鮪魚 好 然後我們就覺得他的店 他的擺設 先去解釋一下好不好 好 他那個房子應該是這個 差不多30坪大的一個 一層一户的房子 然後呢 你該叫我不要講一層一户 你講的嘛 然後呢 就很乾淨 然後也算很挑高 然後客廳 他就三房 兩廳兩位 對 全部的幾乎 除了廁所 除了廁所 都被我們照完了 客廳就擺了很多東西 然後後來廚房 那個餐廳也擺了 然後有兩個房間 那是他的工作室 對 所以說其實他每一個店 都有的在帶整理的對不對 有的是他還剛進來 貨櫃剛下來 對 畢竟他離貨櫃場也是很近的 對 所以貨櫃剛下來的 OK 待會我們再精彩告訴大家 就是說 他每一個房間裡面放的東西是什麼 對 很好 有Cue到的嗎 有 有 好我們來開 進步了 有93個人看耶 真的真的 你算是很紅耶 算是紅的齁 本集最紅嗎 江泰今天穿的好性感好不好 哪有 真的嗎 他就硬擠啊 有一天已經穿這套了 不一樣喔 不一樣 我沒有擠啊 擠哪裡 擠那個 真的嗎 江泰適合大紅色 我真的覺得 看的很不舒服啊 真的嗎 哪一個說的 請說一下 有點像張宇森 張宇森是誰啊 張宇森是你 難道是我嗎 不是我只是要證明說 我不認識這個人 那個年代 拜託 你每一首歌都會唱好不好 這就像我有一個同事 我就跟他講說 這是一能靜的房子 然後他就說 然後就說一能靜是誰 還有你講了一個真心美 他還說真心美是誰 後來我們才知道 客戶只有12歲 客戶只有12歲 不是同事根本就不認識 沒有真的 他都不知道 一能靜他根本不知道 對啊 他們也沒有看姊姊 姊姊什麼 姊姊來了 陳風破浪的姊姊 他也沒看啊 不是剛剛講說他是秦浩的老婆 阿小亨利的媽媽 剛說秦漢是誰 秦漢有結婚嗎 小亨利的媽媽 有這麼好嗎 小哈利 喔小 什麼小亨利 小哈利 都叫小亨利 小亨利是我子女的 子子的安靜發 那眼睛視力 好的講一下好不好 誰 翻翻有在八大電視採訪過小S嗎 沒有 這兩個都是否 我沒有在八大電視 而且也沒有採訪過小S 有通常說超晚小天后唱歌 可能是張宇生的歌吧我想 喔對 他每一首都會 真的 這招是真的 最喜歡的一首 我和兩句來聽聽 好 就是那個啊 你是不是 喔 這招的嗎 對啊 你每次在騎著那個 烏托巴流很多汗的時候 其實我很喜歡這首歌 你都這樣說 你是不是喝我 你不覺得那個 帶我去月球很好聽嗎 帶我去月球 這首真的太老了 請不要講好 開始回來了 我來囉 開始 等一下要開箱 開箱我有餵 好 就是說吃太飽 那覺得相關不良想吐的朋友們 現在請來看我們的直播 在中網流行網 OK我們今天穿的就是紅白勝利 好你想要紅就看我 你想要小姐好白 你就看珍珍 對不起我怎麼講了你的名字 你就來看小天后 誒話說到我們進去 她的房子因為是西曬陽光進來 她有三個房間 那有一些物件是帶整理的對不對 其實我們已經在她客廳自己 她都沒有辦法介紹 因為我們一直在 我們一直在跟小天后 互相介紹這個東西 她都沒有推銷我們要買什麼 或看什麼 因為可能就是我們就是喜歡 然後所以就每一個東西都很想知道 她到底是什麼故事 然後是什麼 然後猛拍 對 然後人家想要講話 我們也沒讓她講 我們 有啦她後來講就是每一個東西的故事 對 其實她就是在講故事 她講故事 然後她一直想 她一直好早就泡好了那一壺茶 你知道 然後一直叫我們來喝啦 來喝 然後我們一直不喝 我們一直講話 她一直講話講得很興奮 然後一直好像考古隊你知道 蹲著趴著拍著 就是一直在看她所有的東西 因為她她的成立很棒 就是她學設計的 你知道嗎 就說雖然的房子很乾淨 然後有個很亮的地板 是白色新磚對不對 但是她每一個件 她不會擺太多下來的東西 包括她煮茶的茶器 是日本的 對 銀的 所以你喝她說那個水用銀 銀銀 現在已經沒有那種銀銀了 她的銀銀是內部會反光的那一種 她說你喝的那個水會比較甜 你覺得呢 我是覺得我那天好渴 是跟她說你可以換大杯子嗎 我覺得她是不是在水裡面有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喝完之後 就每個都買 就一直都沒 就沒殺什麼價 我就覺得有點不高興 可能她覺得有啦 不是 你先說這家店網路解答評價很高 一定要先講這家店 去之前 東西很好 我們這樣會不會講人家怎樣 沒有她東西真的很好 對啦 因為你看看我的帳單就知道了 然後我們那一點就是她 如果你們在FB上面有看到她那個照片 客廳就真的白滿滿的一些 我們沒有修圖 對 而且她會流動很快 對對對 然後因為她又有植栽 所以整個就是裡面就很舒服 對 然後很多都因為她又整理過 所以都很乾淨 很乾淨 而且其實應該這樣講 古物喔 或者說老東西或二手物件 它來的時候很多狀態不是很好 對 你自己要會擦拭 會保養 你還要修復它 也就是說 我們剛睡起來的時候是長這樣 可是我們起碼要給人家看的時候 你要修復一下自己的臉跟狀態 那你真的有在修嗎 我是 我跟你講 你這個已經要進原廠保養 沒有沒有辦法 昭和的人 昭和出土的人 昭和的人 必須要寫在臉上 這個不能太多 只能再蓋厚一點上去 對對對 像你是阿信就真的需要了 OK 好了 好了 後來 再來繼續 反正我們就客廳看完之後就是去 呃 起居間還有一個起居 對不對 廚房 照理講應該是他們的餐廳 反正每一間江泰都很想進去看 他連到說 欸那這一間什麼打開然後廁所 我本來想說 他用的衛生紙會不會是馬份子 你知道 想給他偷個幾張出來 他裡面最現代的可能就是廁所 就是廁所的那個碼頭了 不是用古代皇帝用的那種可惜式的 對 然後就開始就是 呃 看說人家還沒拆崩的我們都想看 對 然後 反正我們就一直看 然後他連那個餐廳那裡擺的東西 就是比較 呃 就椅子嘛 椅子來了 來來來 椅子來囉 小天后要出手囉 開始 那時候呢我就進去看之後 因為我個人對一些藤製的產品有一種 吸引力 對對 然後我就看到那一張三人座的 他小時候被藤條打過 他對藤念念不忘 老師 欸難道老師打就會 有一種 磕在你心裡的藤條 其實出現了 磕在你腳印的藤條 老師會馬上這樣子打我 對 所以他對小天后對藤 很有感情 我不會 我對於塊木 木頭才會有感情 哪有 那天不是後來又要剪 然後你就跟我講說這個藤超好的 看不到這種藤 然後說你一定要載走 你不要載走 我想說天啊 我到了11點半 到底去哪裡找一個貨車來載這個藤 我們在那裡想了很久 這是第二趴了 那先講就是說 後來我就看到那一張椅子 我覺得我個人就很喜歡了 是 哪張椅子呢 請看我們照片 因為四十幾張 有一張就是遮住了我的臉 因為小天后很壞 他為了要呈現說那個藤椅的負債量 他就叫我去做 然後又說你很胖欸 你不要把椅子做壞 我真的很怕 那有一張就是遮住我的臉 然後翹著腿的那一張 那一張藤椅子 那一張我買了 他買了 為什麼 因為經過我做過加持 謝謝 沒有因為想說這樣他都做過 那代表這張椅子應該是安全啊 夠穩 夠穩 然後我一坐上去的時候 覺得哇屁股有點涼涼的 透氣 對 所以我想說夏天應該很適合做這一張 對 而且你不太愛睡床 你很喜歡躺在藤椅 穿那個越南買了100塊的短褲 我當下人很喜歡在客廳看電視 然後看完就睡覺 就是你不能理解 你知道把它擺在通宵大橋旁嗎 然後後來我就反正讓椅子我買了 然後買完之後我再跟家人說 欸那我要擺哪裡 對 買完了 還沒我們還沒講完 因為他說你要的是什麼 那個其實其實我們的美女店主對不對 他一直都沒有講什麼 他一直在記我們要什麼要什麼要什麼 那他很忙你知道嗎 不過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在我們一直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一直在要記說 我們喜歡什麼 怎麼對付 所以後來呢我們實在喜歡的東西太多了 太多了 他就拿手機開始把記事本都寫下來 寫下來 而且他講過了什麼價格 他還要自己先記一下 他還要記一下 對 像我的話我會自己亂開架我就忘記 他也可能是亂開啊 喔真的嗎 我們要拖開他 就看你然後就 現在就跟他連線 你那天為什麼要算我這個價格 好時光 好時光我們來跟他連線一下 沒有這個這個重點 我們現在繼續有直播 翻指了一下這個 我不知道翻的意思 可能是要我們提醒大家有直播 終於我在催促趕快開箱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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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因為長輩的姿態我會再幫小天號殺價 我就不知道你為什麼不堅持 你為什麼一開始出那一口價 你應該先等他降價你再來出 結果你一出就是不是卡死在那裡 好就算我卡死你也沒有降啊 就算你覺得我開架太高好了 你也沒有堅持我的開架你還加價 好啦反正我後來就買了一個百年桌子 不要拍太重 我心想說好吧那一百年可能他就有那個價值 是 百年 對 那小天後後來就一直問我說 你覺得他是百年嗎 你真的覺得他是百年嗎 好像我是故宮的顧問你知道嗎 我一直要問你鑒定啊 後來我就說是 為什麼 因為我看過太多仿的 仿的話你找不到那麼厚的木頭 你找不到那麼厚的角 我沒有懷疑他不是老物件 可是我不曉得說他到底年紀多老啦 對 反正我們讓我們搭人家講 我們就相信他講的話 起跳一百歲 起跳一百歲 然後後來反正我們最後買完 然後江泰呢 莫名其妙也買了一個衣櫃 衣櫃 那個超大件的衣櫃 我完全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買 我就開了他的房間 等一下那我們現在就開嗎還是等一下 現在可以先開給他們看 現在就開了 那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我PO那個檜木的箱子給江泰 其實他也沒仔細看 結果沒想到最後我們就買了 幾十人在看 一百二十八 是嗎 那不是兩位數嗎 一千兩百八 好謝謝 然後呢後來那個 反正江泰最後就買了這兩個箱子 OK開始 好 沒有 你看我們的截圖 就說要看什麼 然後你就說這個箱子 對 其實我們不知道有兩個 反正我們就亂解 反正重點這箱子買了啦 來來來來來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要買 因為其實後來你買的椅子嘛 然後我又買了這個 這個 然後我就說我們來一二三 一二三 燈燈燈燈 請看他這裡還有壁畫 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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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月曆喔 好香喔 超香的 我一打開就有香味 但是你覺得香味是我這一個香還是 不過這個是那個 還是我香水的香 檜木的 檜木的那個板材 然後重新做成一個新的物件 解釋一解釋 對然後呢它就是新板材 其實它做的都還不錯啦 它這個零件 這個就不是算 它沒有釘子 對但是這個不算是老物件 是老木頭 老木新作 對老木新作 然後我們就覺得還不錯 好像可以來當那個 放錢 保險箱 到底能放多少錢 我跟你講 我猜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一二三 不是 四塊 可以放四塊 四塊 四塊 這個大概可以放五百萬 欸如果是放兩千的 可能就可以放快一千萬 快一千萬 泥花費落 我知道拿什麼 反正這個箱子真的也是還不錯啦 好 然後裡面 這個買多少錢 看我的家夢 不會不會 你這張你這張有寫 我這張有寫 我拿一下 唉唷又來了 還沒講 又來了嗎 這個 又來了怎麼又來了 一千八啦 一千八 我們會被被騙 好我們現在在 我們現在在這個 中網流行網有直播 那你也知道 我們家的寶物有很多 我們今天就不常吃了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不會給人家看了 我們要買什麼 其實這個是我們最後買的 因為剛好有兩個 我們就跟他講說幫你清倉 其實人家根本就沒有要清倉 人家那個是寶庫 幹嘛要我們去清倉 可是我們都是用那種 好像去菜市場 黃昏市場的那種氣勢 就跟他說 反正你就要吃晚餐了 結果肚子真的很餓 你知道嗎 後來那個時候 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然後就說這個兩個對不對 然後就是你要不要 我說當然要啊 你怎麼可以沒有 你不是說這個要放錢 小天我講到放錢的時候 我就說那一定要 一定要 因為講到關鍵字 我是覺得有時候 你買東西的時候 不要帶像這種朋友出門的 因為兩個就會一直衝動 然後就 一直鼓勵 然後他都沒有叫我們買任何東西 你知道真正的高手就是這樣 對 他甚至有一點 就是說你們買太多了 有嗎 有吧 我覺得他買太少 我心裡他OS會比較像這樣 他事後就說 我那天忘記傳這個給你們 來來來來 然後呢 結果就買了對不對 然後結果 其實我們就買了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是哪 裡面他有茶葉 我買把人家茶葉都倒出來 說到茶葉 因為他倒了茶葉出來 我就說那可不可以給我喝茶 喝以後我就買了茶葉 他也賣茶葉 很多做這種民俗的 那種二手文物的 都會賣茶葉 結果那茶真的很好喝 喝完以後我們就 因為銀禮子水嘛 銀啊 銀器組的水好喝 對 那反正我們買了這一個 它裡面有畫 我拿到的是 好山 神力森林 他拿的是好水 對 你就很水嘛 澎湃 火星澎湃 洶湧 對 波濤洶湧的大海 我就說 我就不要講 請猜一句成語 波濤洶湧 結果呢 我就發覺說 我有點怕海 我想跟你換 對 他那時候一直想要跟我換 對 在吃火鍋的時候 因為這個火鍋的時候 我就說我想換 然後呢 然後呢 我一直就是 對 他硬要跟我換 我就說我不要 他就說不要 結果報應來了 算報應來了嗎 報應來了 來 我剛剛用拿來的時候呢 發現 這裡有點裂掉 裂很大耶 瑪莉亞娜海溝出現 對 但是 但是我是覺得 沒關係啊 你就喜歡就好了 沒關係 只能安慰自己 因為 這就表示說 這個木頭有感應 對啊 它回應你啊 它在回應你 回應你 回應你就是說 誰叫你當時不可以講解 然後呢 反正最後呢 然後他還拿了一個東西 結果有一個東西是 噴得很有能量 噴得很有能量 結果他就說 我每一件穀物 其實他每個穀物都很棒 而且都有 他經過他的處理 還有擺設 結果他就說 這個我都有幫他消瓷 來 此時 所有看直播的朋友們 我順便也給你們 祝福 消瓷祝福 有感覺到嗎 超香 噴一點 哇 完全 就重點來了 這一罐 這一罐就是 他心悅神社 來 沒有他噴的時候呢 他就一直講說 有一種能量 能量 坦白講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能量的感覺 真的 真的 你有感覺 你有什麼感覺 我那時候有一點感覺 是真的 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 吃 講 雞毛皮 就是有一種能量 撒下來 覺得頓時有點 被加持了 你可不可以形容 好 你那天怎麼沒有跟我講 你有感覺 有一點起雞皮疙瘩 喔 對 真的我就覺得不錯 然後呢 我們兩個 他就說 這個還在全家還沒到貨 還沒到貨 只有一瓶 他就說我只買了三瓶 我不會賺你們錢 這是我朋友所做的 對 這個我非常相信 然後他就 我就說那你買幾瓶 他說三瓶 我說全要 對 真的大戶 連他沒有擺在客廳的 我們都買了 就是這一個 然後 然後猛噴 好像要撈本 我們就一直猛噴 你知道嗎 後來就猛喝 猛喝他的茶猛噴 因為我們總覺得說 多少拿回一點成本回來 好 反正也買了這個 然後後來你 江泰呢 就陸續呢 就看了一些小物件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東西 一直拿在手上 愛不釋手 對 人家就說這個是一個 這個袋子是翻翻送的 來我一定要跟你講 很美 來看看裡面裝了什麼 看看那個和田玉 突然間 沒有突然間 他在桌子上出現的東西 本來沒有的 緬甸 緬甸 什麼和田 他原來在桌上是一些玉 對不對 突然間他出現了這個東西 緬甸玉 我就說這什麼 翡翠啊 他說翡翠 我說那大間 我回家量量那個功課 大概是300多功課 喔你有真的有量喔 對對對 欸不止 這怎麼可能才300多 這快一斤了 一斤一斤 對對對 因為我常常去菜市場 你常常去菜市場 秤那個 貢丸差不多一斤就這樣 因為你家畢竟以前做過貢丸 所以你大概知道幾粒 對 這大概已經快六百克了啦 半斤一斤啦 一台斤啦 然後他就說這個有龍 其實他還沒來得及講故事 我已經跟他說 我來我告訴你龍在哪裡 自己介紹 自己介紹 然後他說這是一塊緬甸 這有龍咬豬 這邊有龍咬豬 這邊又有一尾龍 這樣子看 你就看得到了 這一尾龍 畢竟主要是跟錢有關的龍啦 龜啦 招財龜啦 貧修啦 對貧修這些都是講態享受 對熱愛的 然後在這裡大家可以看得到 然後反正他自己就覺得喜歡 喜歡 他說這個就是看人啦 其實有一句話很吃 我很吃 就是說 其實寶物都會挑主人 然後物件你喜不喜歡看緣分 這跟我中介 看緣分 房子看緣分 我說沒有 我說房子會挑主人 對 然後買不買得成看緣分 對 然後客人就買了 沒有其實是 他後來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帶錢 後來我們又發覺說 為什麼 We are family 這麼好 都可以一直轉帳 這個 這個就買了喔 這個真的很光滑 接著你還買了 接著 買了這個 我就覺得應該買 買預送金嘛 對不對 他就凹了人家 凹了兩個 大家一定要看 超可愛 這一對 石獅子 門前有 四十四對石獅子 他會動耶 他的那顆錢可以動 喔 他的錢會動 他有個錢會動 我以為你說我的 金子的算盤會動 我想說 你怕得動嗎 金子的算盤 就是日鏡抖金也是會動 然後呢 小獅子真的太可愛了 結果我就凹他 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都已經在算結帳了 算結帳 然後為什麼我覺得他會送我們這個 因為最後將來就說 那這個也送 也要送 來這個最貴 樹柳 都是送他啦 因為我沒有多殺什麼家 對 我太衝動了 他覺得說 他會送我這麼多 是因為你 我這邊賺比較多 然後後來 沒關係 反正呢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檀 檀香 不是檀香 檜木樹柳 檜木樹柳 檜木的樹柳 好吧 後來都買完之後 然後我們兩個人呢 就跟他說 一人戴著這一個 已經八點半了 八點半了 肚子好餓 好餓 然後兩個人呢 就這樣一人一傻 這樣扛著去吃火鍋 很像修五金的 真的完全像是修五金的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 那兩個人想說 為什麼兩個人要扛這個 扛這個進來 然後不說話 然後呢 這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坐下來 我就覺得很感人的是 因為我就跟姜蕾哥 我覺得我剛剛好像出軌了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價格 我應該要 我剛剛是不是應該怎樣 各位豐友 你們一定要評評理 他覺得是我開價太貴 所以他不能殺 還沒講完 舉例如果今天我開三萬好了 結果呢 他覺得太貴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他自己 阿西自己覺得自己是偶像 他竟然說那三萬八 所以到底是誰的錯呢 明明我說的是三萬 你自己 你自己為什麼要加八千 但有啦 你很有意氣 而且我以為你出櫃是什麼出櫃 沒有 所以你說到底誰出櫃呢 你出櫃 他就跟我講說 那我就說那 這個送我 對 結果害他一直就是 就是這樣子 帶著那個很餓 然後又吃飯 然後就開始沉默 我就說好吧 那這個送你好了 五千塊 所以你是不是怕 因為我心情不好 所以你就送我這一塊 我現在要要回來 你現在心情很好 OK 但是我是 小獅子很可愛 對 然後小獅子 我讓他在蘭花旁邊 消辭了好幾天 從買到現在 他都在幫我家看守 因為我問一下那個美女 我說這個要放哪 他就說你就放門口 我說門口這麼小嗎 門口放這麼小 很奇怪 等一下我們等一下最後就沒了嗎 不是 我說這個門口 門口如果放那麼小 不是很奇怪 安靜安靜安靜 不要吵 不要吵 我們等一下順便要聊 我們再去剪了 這邊要Ending 這邊要Ending了 對對對 最後後來我們終於也發覺 聊得太興奮了 對對對 好來來 我們等一下這邊就快Ending了 要Ending 這個我是覺得真的還蠻香 所以姜太送我很開心 因為我就真的出很貴很不開心 對 結果他這個樹流超貴的 我在外面 我還一直幫他比價 我說這個要五千 他就一直要跟我講說 這個原價多少 沒有不用 可以 就想著他五千就好了 更開心 那你就不能這樣想嗎 以後他會增值到一萬 百年樹人 萬年樹流 換我請你吃一頓火鍋 你等一下不是要請我吃小心 OK 接著 接著來了 接著 最後一趴 這個是我在空屋 我在空屋撿的 也很可愛 這個小抖抖 他說要送工友 有人要嗎 買房子送這個 因為那時候我想說這個 屋主是跟我說這個他織的 然後把它黏在這裡 我就覺得很可愛 我就給他拿了 放很久了 我想說 我不曉得我收集這些到底要幹什麼 來 來我把 這一趴就結束了 我們就收起來了 44支 好我們要開運間 給大家再看一下 好準備回來了 回來了回來了 回來了 等一下人家就說我們亂買 這邊講完了 等一下講那個剪東西 剪東西了 只剩一段 回來囉 話說 話說 人改不了個性 狗改不了吃屎 就是說你一輩子呢 你喜歡的東西 他就是如影隨行跟著你 而且垃圾也會找人 古物也會找人 好我們的快樂時光 現在告一段落 我們離開七度了 火鍋也吃完了 然後他又把我要的贈品 凹了一個過去 結果有一天呢 我以為說他進階到了這個 我們高尚的店家以後 他的人生觀會改 就是包括他對東西的鑑定 結果沒有 有一天他又開始拍東西給我看 就上禮拜天 哪一家 我在走路 上禮拜天的下午 我就 我那一天就是去 帶看完之後 我就國務經驗館 晒完太陽 就想說 晒腳 你怎麼把那張PO出來 我就去晒 晒完太陽之後 突然就覺得很餓 然後要往 東區某一間素食爐味 去吃東西的時候呢 好曉不曉 就在那個路上 然後就看到有人 正在回收了 又來了 就有人在搬家嘛 然後路上已經擺了很多 我有照片有放 請看翻翻後面那幾個排列很不整齊 然後跟小天后無比搭配的那幾張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這樣很不好 因為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突然就高興起來了 對 人家的垃圾 我就看了 我就覺得很高興 然後這時候我就想說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撿 我就停車停下來 連吃都沒吃 我就直接 先走進去 結果 那個丟東西的 那個 他們就說 你不早來 剛剛已經出去 主人 主人 出去試車了 你怎麼現在才來 我們說 小天后真的無比的懊惱 一直垂腿 我就是想說到底車上有什麼 就趕快去看一下 車上有什麼東西 先看車上 但是音樂已經都丟了 整個地下室 你就可以知道有好幾車 我跟你說 他已經沒有辦法用1999了 我當下想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 這個那麼久沒有人住的地下室一定是很髒 是的 但是我就又忍不住我好想撿東西 有什麼寶物在樓下 因為他總覺得有地下室三個字 就代表著一個秘密的 有點像盜墓你知道嗎 然後 反正我就下去了 他就說一下去之後 我跟你講 周上不知道快清空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很好 然後那個也很不錯 喇叭你要不要 對 我心裡想說放地下是20年的喇叭 還能聽嗎 可以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很好 可是我一看就 那是我想要的 唱鼓調 然後他就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有一個木頭的箱子很好 然後後來 後來那一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太重 然後有一點點破熟 我就沒有要 然後 晚餐 但是呢 我就看到了一個東西 是我想要的 就是那個 收影機 他以前做生意 然後那個收影 因為那一天我們去這一家店的時候 他也有賣 對對對 因為我們很喜歡聽那個叮 就是錢在 日盡 再講一次 日盡斗金 所以我們就很喜歡聽那個叮 那個聲音 然後那因為那一天 我有問他那一台多少錢 我有點忘記 但我記得也是幾千塊 我就沒有買 對然後 那天就撿到 我就覺得哇很開心 賺到了吧 然後呢那個人就常常說 我這個先幫你保留 對對對 主人很好喔 對我立馬呢 我說那這個我要 那我等一下來再 還有這一張椅子 我也要 好椅子 椅子一定要講 然後後來呢 還有一個檜木的箱子 對 比這個大大概四倍 那其實我家就有兩個了 那因為呢 在更前幾天江泰 也跟我講說 有一個阿伯 要賣五百 我想說欸 那我今天出門 我就這樣又撿到五百 我就想說我要 我說 我就跟他們講說你等我一下 我回去立馬開車 立馬開 B 雙B 雙B來了 他的雙B之所以 看起來像 中華德利卡 就是因為他永遠 他的雙B 都是在巷口的 不用急的 巷口不用急 真的罵我看那台車的時候 他會跟我講說 那這個要不要算錢 他很怕 人家會跟他說 這個要賣三百 因為我後來 我就很急喔 我就趕快回去 因為沒有住很遠 我就趕快回去 然後換車子 你不要強調你住金華區好不好 好好好 我們根本不想聽這一塊 好歹地段 然後呢 又從那個五谷交流道開過來 然後呢 然後反正我就開回來之後 喔他們就 那天真的 他們人超好 就說來我幫你搬 真的 對 你覺得有什麼企圖 不知道 可能他們就覺得我長得 你我知道 小天后常用他的臉騙客戶 讓人家以為說 他都是用助學貸款 其實 他都不知道 他那張臉就是騙人的 天生業務臉 然後後來他就幫我把椅子 然後箱子 他覺得你要自用你知道嗎 都拿了 拿了之後呢 騰椅 對我後來我就順手拿了一個騰椅 騰椅 很完整 因為我想說啊丟掉好可惜 反正我覺得車子能塞 我就塞進去 然後反正就這樣 第一車 這是你的第一車 然後呢晚上呢 10點多 我那時候下班 我就想說我問江泰說 欸 我就跟他講說我今天撿了什麼 我說那你要不要去看那個騰椅 因為我有拍照給江泰 他就跟我講說有一個編織的那個騰椅 真的 非常好 很難得 三個兩個轉角騰 中間一個躺椅 還有一個茶巾 還有一個貴妃椅的騰椅 對那個騰找不到 為什麼他是原來的粗騰 後來台灣都是用細騰 對 都是用那個細騰邊網 他是粗騰邊框 他那個多粗 就像以前老師都會打你的那種騰條 大概那個一公分左右 童年的 童年慘痛的回憶成為他日後致富的騰條 這是我人生 怎麼會 我說老師我也要打你 不然打誰 不然打誰咧 但是打你就會臉欠打 OK 好回來快點進去 反正晚上我就跟他說要不要去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不要啦 什麼的 好反正最後我們又相約了 我說不要了 他又一直問我說你現在走到哪 我說騙撒哈 騙人我就在騙撒哈 為什麼沒看到你 對然後他遠遠才從國務協議員那邊走過來 我就載了他去看 然後載他去看之後我們兩個 這個要這個要這個要 開始了 那時候已經晚上11點 快10點半 10點半嗎 對沒有貨車 反正10點多 然後相約就說這個很好 一定要接 一定要一定要 立馬呢叫我趕快找誰能現在載 對 當虎哥 我們就跟他講 然後他就說快點我出1000塊看誰要來載 所以想說你是不是不懂行情 1000塊誰要來幫你載啊 我說我出1000塊 剩下4000塊你出 然後反正那時候就真的 興奮起來就趕快聯絡說誰誰誰 真的真的有司機問 真的 楷燕是不是 真的有司機問我說那要現在來嗎 對回頭車回頭車 後來我就跟他講算了這個真的太重了 而且我不想要 然後 是你的就是你的 就放棄 好我們就開始挑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要扳開 然後呢我們就看了一個那個 來了 金門的那個收納箱 它有軍工感 軍工風 感覺以前那裡面是 軍人用的放子彈 裝彈藥的 然後江泰說這個很好 因為上面有數字 一定要拿 一定要拿 然後我們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然後反正呢我就說這個怎樣我就開 那這個就是那時候 這個人一直叫我拿的 對 在地下室 本來就叫你拿的 你沒拿 對 第一次有人叫我拿不拿 是 然後那個人又講了第二次說這個很好 你不拿嗎 他還是不拿 結果我想說有人講第三次 那你真的要拿 不是因為我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說第一 這種木條 這種木頭 不會是台灣的 一定是離島 一定是離島 對我說第二個 他可能是金門 第三 他以前可能是賣菜刀 放菜刀的 對所以我說這種東西 看起來就是有一種成軍工風 你一定要買 對 然後畢竟823炮戰已經結束這麼久了 畢竟我車子已經裝滿了 這時候呢 還好有一個同事 有一台休旅車 百萬休旅車 來了 剛剛他是用BMW載那個 騰椅跟收影箱對不對 對 結果現在來的這台是什麼 凱燕嗎 叫什麼 馬堅 馬堅 來了一台保時捷 保時捷來了 然後這台幫我載這些東西 請看我們照片 好 然後在等待的過程中 欸竟然有一個女的 就很漂亮的女生 就是情侶 然後就過來在那一堆後面裡面 來拍 知識 知識 然後不看鏡頭 不看鏡頭喔 遠遠的這樣看側邊 然後就用那個破騰椅啊 跟那個 就在後面收了 回收的地方 就是他的背景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欸很美欸 我就叫小天后站過去 我就叫江泰過去拍一張 對然後人家就說 你是不是 酒駕 你是不是酒駕 你擺那個姿勢 是不是喝醉了 人家是網美 我們是 王娘鬼妹 網廢 所以 請大家看一下 第幾張 最後一張壓軸是不是 所以這一次就是 大風收 很高興這樣 很高興很高興 感謝 就有點回本的感覺了 好朋友們 好謝謝 今天有170個人在聽欸 再給大家看一下 拜拜 再見 1850蠻貴的 沒有啦 其實不會啦 我還蠻喜歡的 波濤洶湧 OK 江泰今天才一句成語 是是是 好啦走 怒海餘生了 拜拜 我們今天是不是真的有點吵 I like Yuling Science I like Radio I like 拜拜